本周的MAPS TV 今天我没有跟大家做开箱 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都在做些什么 其实最近小麦我一直都在看车 因为我现在开的那台雅阁呢 已经是16年的雅阁了 它出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就想着在这个夏天 把这台车给换掉 订一台新的车 所以我现在开的那台雅阁呢 所以我订了什么车呢 我就订了未来的EC6 没想到吧 我居然买了未来 对,其实看那么多车 我最终还是订了未来 这个真的我现在想想 觉得还是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我这几个月一直都在看 很多不同种类的车 因为我个人考虑的最多的就是 油耗还有可玩性 它的智能系统 然后安全性 对啊,就这几个东西 因为我也没有广州的这个牌照 基本上呢 就把这个传统的汽油车给先排除掉了 所以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的就是混动还有存电 混动其实也可以上那个 我们叫做清洁能源牌也是蓝牌 混动的车呢 我也看了 我看了混动的凯美瑞 亚洲龙 看了雅阁 还看了好影 本来是考虑好影多一点的 但是大家都懂的 我这个老本田迷 就对现在的本田 就是有点失望的感觉 就算了 我就把这些混动车给 先给剔除掉了 因为他们的车机也是做的不怎么好啊 各位 为什么现在日系车的这个系统 车机系统是做的这么的不好呢 所以我就考虑了我们的国产的新势力 还有特斯拉 他们的纯电车 在电动车里面呢 我看了就是Model 3 理想万小鹏的P7 还有未来的 我订的EC6 当然还有比亚迪汉 我也看了 那么最终为什么选了未来的EC6呢 首先先从他们这个乘坐性的空间来讲吧 因为我家里人 就是希望做的比较舒服 比较宽大一点 首先排除掉 从空间上 排除掉的就是Model 3 因为真的 它这个后座 老人家上车以后 整个人是缩在一起的 坐后排很难受 然后这台车呢 其实他们的人机交互 都还挺不错的 就是整个座舱的这种高科技的感觉 营造的都非常的好 特斯拉位排除之后呢 其实我考虑就是小鹏的P7 汉 还有EC6 但理想万呢 对于我来说就是 用不到那么大的空间 因为我每天就是一个人上下班的话 我每天开一台七座车 不太方便吧 开那么大的一台车 我对它的外形也觉得一般 然后我之前去试驾了汉 汉是非常不错的车哦 各位 汉非常好 它的内饰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我不太喜欢它的内饰 最好还是小鹏P7跟未来的EC6 小鹏P7呢 它的整个行车的质感很好 然后还有它里程最高是可以去到706的 NEDC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但是最终最终让我选择未来的原因 就是未来可以换电 因为我家附近有一个叫做南沙换电站 它刚好呢 是位于我上下班中间的那个点 以后上下班基本上就可以想象得到 我是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周五的时候 然后我就下班开去换电站 换一块电池回家 为下周重新续电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减少了 我在能源输出这方面的一个费用 然后如果可以换电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保持我们这个锂电池的健康 因为未来说呢 他们的换电站里面是可以一直检测 我们换下来的电池是否老坏啊 出现危险啊 出现破损啊等等 它都会检查 解决掉一部分的担忧 就是电池的衰减或者衰老 当然啦很多网友也会说 他们检不检查也是他们说的嘛 但是换电呢 其实是车主的权益 你可以选择换 也可以选择不换 至少我可以不用 但你不能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未来它提供了换电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我最终哦 下订单的很重要的原因 然后加上我现在住的地方 我现在住广州的亚运城 广州亚运城其实是有非常多的充电桩的 所以说从补能这个方式来说的话呢 挺符合我每日出行的 所以呢最终呢 我就买了这台未来的EC6 在前天我下了大订 那么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选这台车选了什么样的配置吧 这台车首先颜色上 我没有选择它主打的新灰 我选择了这个纯黑色 我个人觉得黑色还是比较低调 而且呢很有杀气 黑五四的感觉 然后轮毂方面呢 我加大到了20寸 然后它原配的那个是19寸 但是我觉得 酷配车型配19寸的轮子 有点偏小不太好看 这次EC6呢 其实它送了这个超纤绒的顶 但是这个超纤绒的顶 可能就一边吧 因为它里面有个很大的玻璃窗 然后还送了这个12个揽巴 对原配好像是7个还是8个 12个我在ES6上面试听了一下 挺不错的 所以它这次等于是送给你了 还有个地方就是网友们也会吐槽 就是它现在的座椅 已经不是这种仿皮了 它现在是用这个拼接 是布置跟皮拼在一起的 然后呢 这个叫什么 书霞套装吗 已经没有座椅通风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织布的座椅 没有把它做这个座椅通风吧 这点我要吐槽一下 因为广东的夏天 没有座椅通风的屁股会出汗 这个要吐槽一下 然后内饰颜色呢 因为外面已经选黑色了 内饰我就没有再选黑色 不然的话会很闷啊 我就选了它新出的这个喜马拉雅钟 诶 实测没有看到啦 但是从图片上看还挺不错的 很精神的 内饰颜色有点太少了 如果可以选这个灰色或者白色 我会很喜欢 我一定会选比较亮一点的颜色 但是这个喜马拉雅钟呢 从图片上看也还是不错的 到时等我提车了 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台EC6它整个的配置 然后我选的是运动版 我没有选空气悬架 主要是预算有限 然后运动版的普通悬架 对我来说其实我也够用了 也够用了 因为我也试驾ES6 它那台也是标准的运动版 也够用 加速呢5.6秒的话也是足够了吧 之后呢 他们会出一个100千瓦时的电池 我在考虑要不要换 对然后我还选了一个HUD坦头显示 我没有选女王座椅 然后Neo Pilot我没有开 我想到时先熟悉一段时间了 再考虑后期再把这个Neo Pilot打开 所以我的EC6大概的配置就是这么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买之前有想很多事情了 对但真正的是要买到才知道 所以以后呢我这个频道呢 会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的 关于电动车的一个实用的分享 好今天跟大家闲聊这么一个 或者我购买电动车这个心得体会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种节目吧 之后呢我的影片呢 会包含更多的 关于这种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的话呢 记得点个赞分享出去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